现在的检调刚刚讲 而且现在的法院的判刑 杀气都非常重 今天IMB的这个所谓的 假债权吸金91 当然非常可恶 可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说 台湾人非常纵容这种诈骗 那这种判刑也都不高 结果今天刚刚讲的 曾耀峰 他居然被判了16年半 你说这个非常非常重 而且这只是刚开始 还要再办下去 对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为什么觉得诈骗这么可恶 你明明骗了我们一辈子的积蓄 结果呢判个两年以下 最后还给你弄个缓刑 不用管 但这一次的话不一样 IMB的曾耀峰 这一次捅到马蜂窝了 因为他有的案子 跟很多的权贵搞在一起 所以变成重要的矚目案件 这次来讲给他判了16年半 那判这16年半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 这是很重的 这非常重 过去来讲的话 因为金融犯罪以前的话 他们的律师一定有个说法 是说我们又不是杀人放火 我们又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这个东西你当初 你自己要投资的 他用这种假的这种平台 债权平台来骗 一路洗一路洗 洗了多少钱 90亿元 那为什么要判这么重 因为他们后面 其实还要想办法 把钱给挖出来 你知道吗 这些人有多可恶 一路骗 洗到了多少钱 90亿元 结果呢 当警方上门去抓他的时候 只扣到多少钱 现金400万 然后银行存款 33万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说 他弄了很多的 什么威士忌的名酒吗 25年的三期啊 30年的响啊 结果呢 40地严肃拿去拍卖 高价拍出去 假的 假的 你想想看 90亿会消失吗 90亿不可能平空消失的 所以这次给他重判下去的话 其实我希望说 有机会的话 看看后面 把那个钱给逼出来 对 因为他结交了太多的权贵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地方 去藏钱 或是去把它变卖成一些东西 如果你用一个重型 把它弄下去的话 他想要到二省去 二级人去的话 或许有机会把钱 偷一点出来 如果偷一点出来 我觉得被害人 才是真正的 有实质的意义 所以你说这个才是刚刚开始 对 还有后续的 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人 如果后面的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的话 至少说有机会 帮他们藏钱的人 被揪出来 像这一次 行政院的顾问 他就是帮他去引盖啊 他也是 也是被判刑 被判了一年 对 可是这个行政院的顾问呢 他是缓刑 所以缓刑的话 这些人就不会怕啊 所以我觉得 除了这个祖贤 判十六年办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这九十亿元 你不可能吸了九十亿元 你就只交出了一些假酒吧 一定还有东西 不可能凭空消失 所以呢 现在这个只是开始 如果再办下去的话 至少可以拉到后面 帮他洗钱 帮他藏钱 至少多多抓烧 拿一点钱回来 那我要去办下去 我找到有方向啊 一定有 因为你要拼二省的话 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是呢 是一审判决 台北地院 你要拼二省的话 这个真要风 他可能受不了 他会做这个事情 他以前是做枪炮的 我去弄这一种金融诈骗 被判了十六年半 你想他在高院的时候 在二省的时候 一定会交代 因为十六年 十六年 你不要讲十六年半 你讲十六年 十六年就太难关了啦 你至少要在里面 蹲到 这到八年以上 才可以报假释 如果假释 报三次才报过 你至少要在里面 关十二年耶 十二年 你现在钱 你要去怎么享用 你倒不如交代 从款 把钱还一还 赶快扫关一点 雨雪 之前我们看到 赖金德讲说 他要扫黑 要打炸 要素材 我们讲真的假的 每年都这么讲 结果我刚才讲的 现在真的觉得 有那种洗流程 和风声喝力的感觉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高雄市调出 居然卷入了炸裁案 然后整个检调开始动 动了把南七处 调进来了 调进来以后 一下抓走了 十五个调查官 十五个调查官 被雄简 加去 他说这个抓去多可怕 代表高雄调查战 几乎被灭占了 那灭占多可怕 不是一时一地 高雄今天这样干 是因为台北动了 桃园动了 新北动了 台中动了 台南动了 高雄不能不动 当然保际哥 这股新风险雨 是一路从桃园 现在南下催到了 哪里催到了高雄 原本大家想说 高雄很平静 没什么大案子 也没什么问题 结果现在过来发现 不对 因为就算没大案 但问题出在自己人 自己人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高雄的调查处 市调处这边 他们竟然发现 有十五个调查官 各位非常的多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跟高雄案很像 高雄案是做什么 福报薪资 然后我当中呢 把这个薪资 扩大了 拿来做公积金 拿来花费使用嘛 结果这十五个调查官是 平常呢 他们都有这种四千块 各位对 我没有讲错 就只有四千块 四千块的公关费 公关费比如说干嘛呢 我跟谢明约在咖啡厅啊 跟他喝咖啡啊 问问看最近有什么状况 他们后来发现 这些单据里面 有些可能是有福报 或者做假账 有这样的问题 结果就为了这一件事情 大规模大动作 高雄地检署直接发动 甚至调呢 其他的我们讲的 这种调查中的机动战 然后去干嘛 把他抄个底抄天 直接把这十五个人呢 通通带回 那保安哥你知道 里面最后剩下 幸存几个人吗 几个 只剩两个人了 所以里面十七个人 抓了十五个人 难怪他说现在高雄调查站 差点要被灭占了 当然是灭占 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是菜鸟啊 保抵哥 那两个根本就是 因为人生地不熟 才刚到步 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关费 要怎么偶塞 我根本搞不定这种状况 所以他们才留下来了嘛 但我反过一个问题 保抵哥 如果这个调查处 可以抄个底抄天 那请问一下 那不是也反而在说一件事情 这个调查站 根本从头到尾 都没有认证在办案嘛 所以把你抄了也没关系嘛 对不对 只剩两个菜鸟 调查太可怕了 你没有人可以自身事外 第一个你往上办 连这个太子 这个郑文杉都敢办 刚才讲你往下 你466都可以办 你自己人 我们之前讲过 你检察官如果要办 你有两只手 一个是调查局 一个是廉政署 今天是高雄地检署 配合廉政署 再加上南极处 直接把高雄调查站给抄了 对因为外界现在 也有很多的质疑说 高雄刚刚建才466块 再一两千块 你为什么这样办他 这个我们讲杀鸡严用牛刀 你这个东西太过分 不对哦 各位因为这个是完全一模一样 你看他查什么 他说你的油钱 对不对 手机通话费 查水费 对不对 这个外形站 很多都有这种业务需要 所以每个人上线的是5000块 结果呢 我针对这些细节项目 一比一比的 比如说你加油 你报1500 你真的有加1500吗 你的单据 会不会只有1000块 会不会漏报那500块 完全查得细细 细细细的 所以保留在代表什么事情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算是我们的同僚 我们照样办 那办完这个案件 如果连调查官 他在当中有偷一点小钱 我们都要办 他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利用职务 榨取财务罪啊 跟刚刚一模一样啊 对哦 你刚刚还要什么话讲 没有话讲 万你心里是一个刚好而已 但是这件可怕是 现在真的已经吓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已经语无人事讲材 这个就是土力了 但是没有 你告诉我哪里不合法 今天陈培琪 我觉得陈培琪这个更妙 他干嘛 你碰到事情 第一个要不然就是否认 否认不了 第二招叫什么 托人下水 我们看到的柯文哲 一开始是否认 现在干嘛 托人下水 现在这个台志光 没有我 不是只有我 他老婆讲说 我只有土力 我就算是土力 今天这个奖外 还比我多土力了9000块 要使大家因其事 三个人 手牵手去土城 柯文哲急了 真的急了 为什么 因为明明是柯文哲 自己讲说 对了就土力了 你看我讲哪一条 现在违法 目前为止 没查到我金流 对不对 我刚才讲的每一句原话 哪一条不是柯文哲嘴巴 都是他讲的 对 就是他太太 马上我们讲病急乱投医 开始乱讲话说 有人帮我先生改罪名 对 那个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帮你先生改罪名 开始供他有土力罪了 那土力罪 保抵我问一下 土力罪我们讲的是哪一个案件 是金华城 对不对 然后你看佩奇就妙了 下一个他开始就说 我们meeting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谈的是台志光 你下台前编4.6亿 后任市场就是蒋万安 编了5.5亿 差了9千万 加上当时同党议员不明资金 讲到土力的话 蒋万安还比你多 土力了9千万 如果要计算的话 你们刚才讲 三个人 手牵一牵 一起去土城作伴 放心佩奇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有三个人 绝对只有你家 柯文哲一个人 为什么 你看一下高宏安的案件 小兔主任有没有事情 没有缓刑 王玉文有没有事情 没有缓刑 这只有一个人有事情 这个叫高宏安 所以你相信我 法官绝对会做精准的 达文系手术 切割到你 但怪之怪在哪里啊 明明人家跟你讲说 哎呀你清华城土力的时候 结果你在那边瞎扯 拉扯 拉东扯西 说哎 那整个都委会都有问题啊 那都委会50个 跟我一起赔偿 对不对 老闆又来了 拖别人下水 救揣把人死 结果这个案件一样 我们讲台志光 费率109年 很清楚三妹谁订定的 就你科文城订定的 然后你开始说 哎呀有5.5亿跟4.6亿 价差9千万元 保留哥这个了爆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承认这9千万有问题吗 到时候讲万叫一句 我们是根据科文哲 定立的倍率 所以才会产生9千万价差 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那你这不是又把 这个赢我制衡吗 总而是你等于是说 对 那我老公有罪 那讲万安呢 跟其他人呢 我们讲的陈充文 一起拖下水 但请问一下 如果最后面 法官拿你这个 作为一句说 对啊 那你这个东西 你也说有徒利啊 那你这个东西 你也说有9千万价差 他的根源是谁 就是你科文哲 你不是把你老公给害死了吗 好 隋伟 现在陈佩琪 写的这个东西 真的又把他给害死了吗 还有今天 也太狠了吧 今天刚刚讲的 你先看到是台北斗 你现在看到桃园斗 你现在看到了台中今天斗 今天创意死亡全部斗 结果 高雄根本就直接杀自己人了 结果我先从这个 检调的动作 谈回科文哲跟陈佩琪 昨天跟今天的两个动作 那我还是强调 每次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中华民国无罪推递 好不好 那为什么讲今天 这个高雄市调处的动作 让我看了又真的吓一跳 因为你从郑文燦收压 讲说以前是不是 都监听到了 都看到那个黑色的带子进去 就不敢动 因为是市长 不敢乱动 但现在没有这个限制了 我可以继续的办 不压我还可以再 直接就跟财 以前什么不敢办 是你根本讲的 你已经监听了 监听已经写成监听议文了 然后这个监听议文的副本 就直接交给郑文燦了 那对这个是吴宗献 他认为说他有听到 他有听到 他从后续监听知道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没有任何隐形的障碍了 所有可能设法的人 不管你是皇亲贵奏 还是贩布走足 一样的代理 对不对 一样的待遇嘛 所以郑文燦被收压 公安被判七年 然后一路下来 盐宽宽 你看那个中检 也一样都有罪 然后你看到最后 连今天这个例子 高雄市调处里面的调查官 调查员 他是干嘛 是检察官指挥他说 我们今天去冲什么 一个毒品再一个枪支 调查官是要跟着一起去的人 今天被冲了 今天被搜索 大概有10到15个 今天是我不知道 因为刚发生而已 高雄市的市调处的 这个前证站 他直接调查官被举发 被自己人举发说 他们每个月 有一笔叫业务工作费 给宪明的 我今天请宪明吃饭 我总要问个对不对 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 我的宪明 敬明是我宪明 那他都告诉我资料 茶水费 我总要差一半嘛 一个月大概4000到4500 最多不能超过5000 时报时销 只要你有花 有单据就可以 这个还好吧 5000块一个月 想不到居然被举发说 根本都乱报 现在也出事 现在正在调查 我们在录影之后 还正在调查 调查官直接被 检察官指挥什么 指挥另外一个 高雄的南基站 跟连政署 直接就插下去 我这个是 调查处的高雄站 我另外请南基站 因为我们有 东基北基 南基中基 机动调查站的人 不认识的人 好 那我刚刚看新闻 这个南基站的主任 以前就是高雄市调处的 他说对于这个业务费 他非常清楚 所以他本人对于 他可能有 之前有人乱报 他都知道 而且更可怕的是 里面才17个人 17个人一个 等我去抓了15个人 只剩两个 比较之前的 那就只剩两个 可是即使是这样 保险哥 动摇调查局的 灭战 他一样照做 你就讲对了 17个调查官 15个人设案 他也不管只剩两个 他照办 反正我之后叫林政署 或是叫南基站 来支援就好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一定办到底 连调查员都被办 今天所有的官员 你都是一样的待遇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我不知道 柯姆泽 为什么他要去讲那句话 他说 土利 那哪里不合法 完蛋 你讲说对啦 土利 对啦 土利这四个字 这个对你太不利了 讲到土利就非常不利 保险哥 不是只有收钱才有问题 因为他前后我有听 他说 反正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指示 而且我也都没有金流 一直他没收钱 保险哥 没有收钱 那是没有贪污 没有收钱 也有人被判9年 李素德没收钱就判9年 李素德当时大巨大 他只是权力金 因为其实他也有讲嘛 我不把权力金降低 大家就不愿意做 所以他降低权力金 结果呢 从2017年被起诉 第二个会很久 对这个柯文哲来讲 他第一个当党主席 声量可能被黄国昌招车 怎样担不担心 我是不知道 可是你2012要不要选 民众党要不要选现市长 对不对 2012要不要还要选总统 你一旦如果这个事情沾上了以后 扯多久啊 李素德从2014年以后 柯文哲上来就开始查 2017年被起诉 到2022年 5年以后才一审 才直接宣判 那当时李素德只是把 大巨大权力金降低 就已经是涂力 就判9年 涂力怎么会没有问题 那今天这个 陈佩琪的案子 他的脸书我有看 他写说 反正我都不担心 因为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另外一个 台智光又讲就说 涂力有问题一起去 所以明显你知道 涂力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柯文哲 会昨天去跟大家讲说 是啦 涂力 但是哪里不合法 而且还讲说 你们三个手牵一牵 就去土城报道 对 陈佩琪的意思是说 台智光是柯文哲的时候 就是之前郝龙拼 中间柯文哲 后续 讲话也没有把 台智光解约啊 他意思是说 要关三个一起关 因为你们三个都没拿钱 跟你们三个都 涂力了台智光 可是同样的逻辑 金华城我们大家讨论就是 为什么可以到840% 全台最高的容金奖励 那这个部分 你为什么给他那20% 30%自己买就不要讲了 你为什么给他这20% 你为什么同意 那不就是当年 你为什么要大巨蛋的时候 你愿意让他权利金 可以不用收一样吗 我没有拿钱 我只是方便他 结果9年 所以这个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客人只要讲 对啦 土利 可是今天马上就改口了 他说不要断张起立 我本来就没有土利 我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指示 我也没有任何金流 他认为他过得了关 可是后续你要看 全台都在动 检察官他都会 重严的去办案 那不能够污蔑 没有犯罪的人 可是如果是照这样看起来 台北市议会又有这个 就是调查的专案小组 8月会去问之前的 彭志生副市长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 有人提到说 市长给我们的感觉 要这个事情 容金率放宽的话 那柯文哲就会有麻烦 所以建平 今天你怎么来看待 今天陈培琦这篇文章 吓到了吗 的确吓到了 所以要这个半夜 吹口哨来壮胆 因为他的老公柯文哲 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异性男三 心神不宁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 听说就是前一阵子 他有朋友去看他 然后看了他之后呢 本来要跟他聊一些 民众党最近的一些状况 结果柯文哲第一句话 就吐出来说 早知道如果去年11月 那个时候跟马英九 基金会楼下 他们那个六点合议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当时 他现在在想 那个六点合议 他说当时 没有发生过后面的事情的话 那签了就这样往前走 现在吵的是 行政院长是谁 内政部长是谁 什么部长是谁 哪一个部长是谁 所以他跟他老婆 有一个共通的习信 就是那一夜翻不过去 翻不过 一夜是翻着那个 那个军越酒店的那一幕 然后非常生气 你的简讯被侯友宜念出来 那一幕 还有落选那一晚 然后所以回过头来 他们觉得说 民众党现在也有一股声音 认为说 都是那三个女生 这个没有想清楚 脑袋也没想清楚的女生 害人 哪三个女生 第一个陈佩琪 第二个黄珊珊 第三个陈志涵 就是三个女生 所以就认为他 而除了陈佩琪之外 还有这个陈志涵 他的立法院会出现 在那个休会之前 会出现在党团办公室 或者是出现在那个 议场上的这个 抗争这样 互相对抗之外 那另外黄珊珊 几乎大家都觉得说 除了黄国昌 和最近张其楷 准备要去选 家议市场张其楷 两个人稍微有一点 露脸有声量之外 其他党内的人 几乎都静悄悄 都似乎不想去谈 不想去碰 有点就是懒洋洋的这样子 好像那种树懒一样 这是去看了柯文哲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有这样的共同的想法 连柯文哲都快变成 民众党那只大树懒 然后讲话都慢慢的 神情眼神都无神 所以我才会用那八个字 因为是他告诉我说 心神不宁 然后这个异性阑珊 所以你看他讲这个事情 他几乎就把他心里的想法 给讲出来了